不過剛才其實Lily也有說到 去澳門的話雖然很接近 但也算是一個短短的旅程 所以也幫我們做一些準備 先問一下Lily 我們搭飛機當然會準備很多很多東西 如果搭Tyrojet 即是搭船的話 其實Lily又會準備些什麼呢? 我會準備這三樣東西 多數因為我搭車是很能睡的 搭船也是 所以我只需要這個 我就可以很舒服地睡覺 有個頸枕 另外還會準備些什麼? 另外就是太陽眼記憶 因為有時候日後在窗口位的時候 就可以遮一下光 最重要就是我睡覺的時候 怕自己一流口水 那就不給搭 就不擔心被人拍到了可以 遮住了嗎? 可以遮到一點點 那這個呢? 雖然都是問題 但起碼上半月的時候 可能大家不太認得 對 還有保濕是沒有了 其實 因為搭飛機都會擔心大 所以出門 平時都會躺起來 但其實呢 譬如平時 工作的時候 Jazz up 或者是 Full make up的時候 當然就是很好 但譬如說去旅行 想casual一些 你覺得除了太陽眼鏡之外 你還會帶些什麼的小飾物 即是令到 拍照的時候漂亮一點 但又不用說重裝備 你自己會不會配戴一些 譬如頭巾 絲巾之類的 會啊 因為 我們平時去旅行的空間 就有限的 有時候 就可能 一條Leggings 就可能搭配不同的上身 那如果想做多一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 帽子 眼鏡 頭巫 或者絲巾 都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造型 其實我覺得 女生去旅行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準備好像真的要多很多 即是多很多 是的 因為 你想拍照 去旅行當然會拍很多漂亮的照 那你就會 收拾很多東西 即是可能說 這件衣服我又想搭某一些飾物 會不會有時候 未出發的時候 都感覺到行李好像會超載 或者放不完東西 進行李箱裡 會啊 講開很多 其實我收拾行李箱 以前 即是未學這個收拾法之前 我是收拾得很慢的 因為女生化妝品 但你又可以戴原先那些 original size 接著 縮米夾 嫩髮夾 這些你要set頭 即是少少 那 接著很多 戴行李箱的鞋 可以搭配每一件衣服 這樣 為什麼 聽你講 其實是你也要故意 真的有想辦法 或者是去學一下怎樣收拾行李箱 即是讓它收拾得漂亮一點 這樣